包括她不上班带着妹妹 我都是一心一意为家里面付出 养着她养着我妹妹这么多年 我作为一个女儿来说 我做得很到位了 女儿的心是善良的告诉你 特别是对她妹妹挺好的 这个无可否认的 有个女儿帮着养家养孩子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王女士说当初因为特殊的原因 她不得不独自抚养小张 为此她一直没有结婚 临近四十岁 王女士才遇到现任丈夫 有了小女儿 可自从小女儿降临 王女士的生活便陷入了窘迫 因为我生小女的时候 是没钱出院的 因为我养待她 我是单身养待她 为了她其实我付出了所有 是因为为了她 所以出院费都负担不了 对啊 你小女儿的爸爸呢 她没钱 所以在那么窘迫的情况下 拥有了第二个孩子 是没有计划的时候怀孕的 因为她跟我妹妹的爸爸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俩都是属于不上班的状态 两个人身上也是没有什么钱 那个时候我就不停地 就是会给他们生活费 或者给他们买这个东西 买那个东西 你主动的吗 我主动的 包括他们不管是家里面要填一些什么 空调啊 电视啊 就是要换制什么物品 我都会一力承担 我有能力我就付出 对啊 因为我觉得家庭很重要啊 其他不重要啊 没有太多的 只是她在收 没有太多的 她会觉得 既然你出去挣钱了 你给家里也是很正常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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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